今天客人可不一样 那是我的救命恩人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我这是在向客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的 好 在咱们冯家 接待客人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 我这也是在替你感谢他 这次这位许先生 也不是帮了你很大一个忙吗 不简单啊 诚诚 知道心疼爸爸了 我早就不是小孩了 过些天我就要出去找工作了 好 想做的是吗 出去做的是吗 早上刚买的花 怎么就不新鲜了呢 找人重新买 小楠 小楠 这孩子还是很细心的 很帅啊 很帅啊 阿里 不错 许文强 冯小姐 你好 你好 很高兴你们能来我家做客 我爸爸今天特别要感谢你们 为他解决了很多事情 何必客气呢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冯小姐最近还好吗 很好啊 但就一直在家待着 想出去玩 又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不如改天你带我去好了 好 我一定会出时间 陪冯小姐散散心的 我就喜欢 敢闯敢干的年轻人 怎么样 你们二位 不妨就到我的手下来做事如何 怎么样 那太好了 冯先生 只要冯先生说的话 我丁力什么都愿意做 好 其实 其实强哥 在来之前 就料定您会说这样的话 是 好 啊 徐先生 说文强直言 文强只想先把分内的事情做好 哦 美华呀 只是一家小点人 利润小得 小得可怜 男子汉打仗 应该是支在千里 古人云 不积魁步 无以支千里 我希望还是从小事情做起 文强是一个外乡人 能够在冯先生的提携下 这么快就做到这个位置 已经是心存感激了 有志气 好 我这个弟弟啊 做事情太谨慎了 怕耽误了冯先生您的生意 我看 还是让他自己再淡练一段时间 这个事情 以后再也也不迟啊 人各有之嘛 作为长辈我会支持你们 冯先生您要是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下来 只要文强能做到的 就一定尽力 好啊 美华 原是 原在 李旺旗 烂口饼掌管之下 每年啊 有百分之十的利润 要上交冯家商会 日后你们二位 有什么打算 按冯先生说的办 一分都不会少 还要冯先生多照应 是这样的 如果在我的手下呢 做事倒没什么 我不在乎这个百分之十 但是 毕竟你们是新人啊 现在要独占一块地头啊 别人会怎么说呀 别人会怎么说呀 怕是 上回内部 有些不平的声音 那冯先生的意思是 我看啊 日后啊 你们 在 百分之十 这个基础上 再加量成 怎么样 咳 总是在吃饭时候谈生意 家里都好久没来过客人了 吃完饭再谈行不行啊 哈哈 这是他人们之间的事情 小孩子家里就别掌握 不行不行小孩了 你看 你不吃 谁敢吃啊 好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吃吃吃吃吧 吃 别舍 哈哈哈 ming 起